方便跪的話我們就請跪下 好 可以 不要說 我們這是一個很莊嚴的事情 小姐 那要不要進行校司禮 模擬操作一邊 對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禮儀人員在往生室 或者是我們跟尊體 我們之間的一個安排服務的過程 是 因為我們這已經是假裝是我們的尊體了 那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兩位就是一人用一邊用手這樣子扶著 那我會在前面帶著 那通常我們在進出 譬如說所謂的電梯或者是大門的時候 那我們都會跟他說 要過門了 要轉彎 那我們待會如果假設我們假裝出電梯 我們就會說要出電梯了 要進門的時候我們就說要進門了 止入的概念 對 讓她不要害怕這樣子 因為可能是醫院上面就是剛離開的 是直接從醫院然後下來 是 就是有一個指引一條路 對 讓她覺得說 她不是在不知情的狀況之下 被移動來移動去 好 沒問題 那我們就把手就是放在這個架子上面 進門囉 小心喔 來 請轉彎囉 好 過門 過門 那妳不要動 好 然後呢 我們下面有一個這個移動的 端架 端架 那我們一樣就搬這個端架端過去 好 來 要換床囉 換床 好 好 然後我們打開這個端架端 好 那我們來到這邊就是要陪伴我們的家屬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都會跟地上王菩薩來引導上個鄉 好 那我這邊就不點鄉 但是我們就拿個鄉做一個示範 謝謝 好 那我這邊的話就是會交給家屬 然後請他就是跟地上王菩薩禀告說 今天我的爸爸我的阿公叫什麼名字 那在今天幾月幾號什麼時候過往了 那希望地上王菩薩慈悲 能夠借應老人家進往西方極樂世界 與苦得樂 做過參拜之後 那可能我們就會帶領家屬做一個 是 是 所以就是因為其實老人家不管如何 跟我們之間都有一個血脈的緣分 那所以在這段時間 我們可能會去跟把過往的事情做一個 感謝跟恩恩 那譬如說我們就會跟 就是請家屬會行跪拜禮 請跟地上王菩薩 禀告 禀告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擦箱 好 對 然後還有 就是 剛巧姐講的 好 就是我們這個 好難喔 不要問巧姐 巧姐 這是有一個 這是有一套的 笑思禮 對 好 我們可能就是說 方便跪的話我們就請跪一下 好 可以 不要說 我們這是一個很莊嚴的事情 對不起 巧姐 那 要不要進行笑思禮 好 接下來就是 我們要請老人家到冰櫃去休息 到冰櫃去休息 對 好 那我們這時候就要往外面移動了 好的 這個時候通常 這時候真的就是比較靠人力的 所以我們待會兒就要把它抱進去 好 好 因為這裡是頭 頭 這裡是腳 我們通常是腳往內的 腳往內 對… 好 我們這個可能稍微靠邊一點點 好 好 那我們三個女生應該滿好施力的 好 李懿就站頭部那邊 沒問題 然後西亞站中間 然後我們就是把它抱起來 抱起來 對 好 好 過來 好 往前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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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